欢迎来听好说 过年了给大家拜年 祝大家和家平平安安 虎年顺顺利利 事业红红红火 生活甜甜蜜蜜 新春的第一波热搜 按惯例是吐槽春晚 但是这个热闹呢 我是从来不凑的 因为我真心热爱春晚 我爱春晚呢 不是因为它的节目多精彩 它的舞台多绚丽 它的编排多精心 它的小品多可乐 嗯 坦白说 我根本就不在乎春晚 演的是什么 我喜欢春晚 单纯是因为春晚呢 已经成为了我心中 过年的习俗之一 那不管什么东西 只要是变成习俗了 它都不需要多么出色 有就行了 比如说过年贴春联 你真的在乎 那个春联的文采如何 字体如何吗 我估计大部分人 甚至没有仔细地读一读 自家门口贴的春 春联上写的到底是啥玩意儿 反正呢 只要大门口春联一贴 像个过年就行了 再比如说呢 北方过年要吃饺子 难道人人都爱吃饺子吗 我估计有像我这么酷爱饺子的 就有像我儿子那样 完全不爱吃饺子的 反正爱不爱吃饺子 无所谓呀 饺子只不过是过年的一个习俗罢了 你只要把它摆到桌子上 爱吃不爱吃的 你挑一筷子 意思意思 就像过年 春晚也是一样 节目称得人人爱看 那简直是开玩笑 春晚是面向全国人民和全球华人的 每年的观看规模都在十亿以上 那你这晚会怎么排 它就相当于是你要安排一桌子 二十道菜 全国人民家家户户都要吃同样这一桌菜 请问你怎么可能安排好 有爱吃素的 有无肉不欢的 有只接受酸甜口的 有看到菜里加糖就想打人的 有喜欢辣翻天的 也有一吃辣马上要跑医院的 有就爱吃猪肉的 有看到猪肉就想打人的 你别说让这十亿重口一词 交口称赞你了 你要能让他们顺利的把饭吃完 不出人命 就算大功告成了 所以我对春晚从来没有任何的期待 到了时候我就打开 当背景音听 然后呢该干啥干啥 没有春晚我是不乐意的 就像过年没有饺子一样 我并不是因为我馋饺子 而是因为我可以不馋 你不能没有 有春晚 我就满意 节目不节目的 我不要求 像牵手观音那个级别的经验 有当然最好了 没有 我也不会觉得遗憾 毕竟大过年的 选择多着呢 何必非要逮着那一只羊蒿呢 对吧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 感谢来听好说 如果你觉得这节目还有点意思 拜托支持支持 给我捧个人场 点点赞哦 关注一下吃不了亏 订阅一下上不了当 好说好说 咱们下期再会 咱们下期再见 咱们下期再见